烟花台风席台几率高 台北市政府公园处动员人力加强输枝行道树 在这之前也已将24000座林地公园相关的行道树修剪完毕 预防台风吹倒树木造成的交通不便 同时也呼吁民众应及早做好放台措施 有关这个树的部分我们会针对这个枯枝 土长枝 或者说病枝会做下强修剪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树的高度呢 就是说树的话高度的话就是影响这个 或是说密度会影响到这个风阻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加强做树枝跟修剪 除了动画南路 其实我们各大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干道呢 我们在之前的提出来20条干道 我们有加强一个巡检跟检视 是中华路啊 或是仁爱路信义路主要的这个主要影响 这个主要民生的通路呢 我们都有加强一个做巡检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可以就现场可以看到呢 我如果发现就是说有树导的状况的话 我们会将这个树呢就是做家里就裁切 那裁切以后呢 运输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让这个首先让车辆可以优先通行 那其次的话呢 再让这个人行道能够通运 让这个民众可以通行人行道 另外雪莉处也在上午进行北市河滨 10座码头影桥 7座福通码头和87座景观厕所的撤离作业 请附近民众注意避开作业区域以策安全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